大家好 我叫一新鹏 是一名97年的英届毕业生 同时我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也是大学法律系学生会的政主席 我优先竞选的岗位一是培训岗 因为我在大学期间还通过了历史和语文的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并且在家乡的乡村小学任教一年 除此之外 我优先竞选的第二个岗位是法务岗 因为大学四年的学习使我有了一定的法律基础 并且在优秀论文中获得了院级优秀的毕业荣誉 综上所述 我算是一名初入江湖的小法师 希望谋求一个值得提升自己的岗位 谢谢大家 那个法学专业 对 喜欢吗 仅次于文学 那你干嘛不选择文学专业 因为当时被调剂到了法学专业 你喜欢文学专业你都做过些什么呢 我在大学参加社团的时候 我不仅担任了当时的法律系的宣传部的干事 而且我还在团委新闻信息中心里 还担任过一个编辑部的文编 现在可以请节目组的帮我把这个板拿上来 这是这两篇就是当时我们社团出的报纸 我们当时社团里一共有十个人 八个每编 两个文编 所以说就是因为我对文学的热爱 一直让我坚持了整整一年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学校当时参加央视的一个文章 然后呢 上边这些新闻稿 这些所有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还有后面我们参加自己写的一些散文 以及当时圣语大赛当时正好评选 我拿了一个第一名 我看你这好像没有一个跟法学有关的 所以你还是喜欢文学多一些 文学和法学都可以 都可以 我更喜欢的话我觉得是文学多一点 因为文学更常用一点 如果每个人见面就谈法了 你喜欢文学的什么呢 文学 首先文学更偏重于国学 我觉得它是一种国粹 是一种历史精神的文化传承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不要说 有关于法学方面的问题 还是只谈文学 可以说法学 我接受任何考验 你的求职里面 是不是要把法学作为一个长期 你要发展的方向 其实刚刚主持人问的是这个问题 还是说你其实不适合做法学 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好的理性思维 对吧 然后没有那么好的法学功底 那么你可能更适合去做 比如说从讲师啊 或者说编辑啊 编文学路线 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咱别一上来毕业就是啥都可以 其实他在选择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地去选择 所以他因为这样的事情 反而会丢掉很多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 是诡辩者 我曾经参加过我们学校的辩论赛 初赛 然后决赛 以及代表整个法律系参加整个院的 进行辩论赛 这个时候对手就赐我一个称号 叫做鬼辩者 我曾经担任过一辩和四辩 第二个是杀青剧照 这其实我想表现的是什么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创造的人 他体现了什么呢 我当时自己组织了一个微电影 自己写剧本 喜欢剧本 自己演 我们最后还自己找场地公开剪辑 剪辑以后公开录过 所以说我在大学期间 我觉得自己完全有理想 并且实施付出一定成果 这件事做了一个很典型的 他突出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有一定领导力的这么一个人 能够在学校当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圈 我想问一下 你当学生会郑主席管多少个人 总共算起来的话 一个部门七个 一百多人吧 所以你看你的学校生活是紧锣密鼓的 对 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工作当中 那像是什么交朋友啊 聚餐啊这些东西 你有时间吗 教过一个吧 分了 分了 我的弱点之一 也就是我的关注度也特别高 就是如果我要办一件事 由于别的一些其他问题 我就会直接放弃 因为要考证了 我当时我就说 我们需要暂时性分开 我觉得你没多多喜欢吧 你要喜欢你也不可能 为了考个证你就分手啊 分的这个过程 痛苦总是不让人回忆的 它恍惚而逝 但是其实又印象深刻 有些人总是你记忆中的常客 我答答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是过客 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还挺可怕的 挺什么 挺可怕的 为什么要这么可爱 挺无情的 说分你就能分 这一点我还真的是 不知道是你的优点还是缺点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是优点能成大事 不儿女情长 从缺点的角度上来说 你还挺无情的 那一圈其实是并非常好